籃球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午安大家好 歡迎透過我來電數網收看 112選年度UBA大專籃球聯賽 公開難一擊第三階段預賽的賽事 這場比賽是由福仁大學對上胡偉科大 今天第三階段第三天賽程的首場比賽 今天一樣會為各位送上四場比賽的轉播 這場比賽轉播工作將我主播李秉升以及球評谷彥韋 一起為各位帶來轉播解說的服務 小谷你好 直播號給我帶來我愛武器 郭彥韋 來看一下胡偉科大今天先發五人 喬納森 西圖 馬克思 林明偉 還有柯順凱 那胡偉科大是由盧玉成教練率領 那輔大楊哲一教練率領的球隊 今天先發五人 威爾森 將軍 凱德爾 莊柏源 還有鄭懷謙 唱賽是五顆對上輔大 比賽正式的展開 身著白色球衣的是福仁大學 身色球衣的是胡偉科大 將軍直接撒到籃黃附近 挑籃沒進 先前第一個階段其實 福仁大這邊都是用凱德爾打到五號尾 記得UBA公開哪一集有很好的表現 這球直接掉到籃下馬克思轉身的拋射得分 亞運三對三 籃籃金牌 這次出手沒進喔 籃下凱德爾打進去 競算 N1 對 比較高一點 而且他相對其他的 喔 溪圖想要雙手飛扣 但沒灌進去 想要討回來 但隊友幫他補進 這球 溪圖調給馬克思 繞過了將軍 輕鬆的上籃得分 攻防的壓力應該是有機會 讓福仁大這邊是打得相對比較不舒服 福仁大如果想要 至少他知道說場上怎麼用力 鎮懷籤投進了虎頂三分球 溫爾森 往下滑這個應該想 這真的沒腳步 但是將軍 拿到這一球之後兩分擺進 溪圖面對威爾森的防守 繞過去了 上籃得分 溪圖其實在虎科 對 加Hand off進球 意識可以 但是傳球的技巧看起來 到球了 給到喬納森 球被點了一下 自己的跳投得分 回過來防守為球隊做出貢獻 轉換快攻 柯順凱上籃得分 必須說 哇 球又被操走了 柯順凱上籃得分 這個會讓寶兒教練 接著凱德爾的防守 再往裡面扛 兩分他要到 籃籃球真巧 凱德爾拿到 用時間差 這兩分他擺進 發生失誤 因為其實在 在虎科的這幾個外籍生 前面也看得 凱德爾七分最多 那虎科這邊倒是得分很平均 包含西圖 柯順凱 喬納森 還有馬克思各有四分 山米爾的進攻犯規 西圖中距離跳投得分 這又是一樣的問題 彭冠倫自己殺進去 空中的拉桿拋射 沒有 凱德爾拿到進攻籃板 兩分他要到 外線的出手 好 均 投進了三分球 潘建鴻給到彭冠倫再交 漂亮的配合 競算 N1 這個球應該是 輔大全場比賽打得最多 協調而且知道場上配合可以打得比較多變化 萊恩遠在籃框底下拿到球 輕鬆的 東三高中試試看就是個射手 我就像這樣 投進了 寫一個火鍋回過來 三分球投進 今天 再往外傳 陳靖元 臉晃 跳投得分 漂亮 雷葉斯 又是外圍的機會 這一次他投進了 進去的防守 讓他把球傳出來 外線 莊柏元投進了三分球 第二排的機會 看起來在虎克這邊的防守 就真的 交代後 這球傳出來有點驚險 劉建平再給馬克思胡頂的三分球嘗試 進 有跟他講了什麼 但無論如何球員 必須先把轉速力放在場上 正懷千投進了三分球 意識很好 但是 隊友之間 隊友之間真的 沒有意會過來 劉建平 Cose to Cose 稀圖在胡頂 三分球的嘗試 進 他的投籃節奏真的很 很特別 你看他很多多 喔喔喔喔喔 哇 剛才跟雷葉斯有個身體的碰撞 但正懷千投進了這個FILGO 正好球了 正懷千這幾波其實打得不錯喔 給到凱德爾 雙手把球塞進去 前面這幾波都是 時間 正懷千中距離的跳投 緊 這個應該不是可 剛剛右邊張傑辰倒地 不過這時候 站起來拿起球 外線投進了 這個就不是要不要switch 你必須每個都黏上去喔 哇虎克發生失誤了 然後另外就是他們的失誤喔 太多了 張傑辰兩分拿到 這光跑走好快 是這種直接落入到對方防守的陷阱 就是莫名其妙自己球就掉了 哇還好馬克思計算 M1啊 這個對虎克萊自己去迷舞犯錯的機會 夠拚命就有機會搶到進攻籃板 你可以場上可以犯錯 但是你必須拚回去喔 你迷偉跟柯順凱 凱德爾三分球再來嘗試 這一次他投進了 不要低頭啊 柯順凱給到馬克思 是雙手爆破得分 如果剛剛三米爾不要 今天虎克的外線把握度不高 柯順凱德爾超到球了 完全的轉換快攻機會上籃得分 進攻時間剩五秒 中距離跳投得分 中距離跳投沒進 馬克思進攻籃板補給 目前穩定度看起來欠債 對 地板球找到三米爾打板得分 這可能他今天打得最強勢的一球喔 回出來彭冠倫 發球線附近的跳投得分 就是跳起來之後腳還會縮起來 對 西圖上籃得分 說這個第四起的犯規次數 哇這個真的 直接讓球拉森拿到球輕鬆了兩分 哇黎明偉抄到球 漂亮的操結 自己轉換了快攻 上籃進 哇黎明偉 傳出來 莊博元外線 進 重要的三分球 追平了比 馬克思外線的空檔 他把握住了 互轟三分球 球發進來 你沒有第一時間 在0.2秒之間接觸 基本上 輔大這邊也是沒有機會反攻啊 對 也沒有要守 對 所以相比在中場 惠科大71比68 擊敗了輔仁大學 那虎科拿下了他們在這個階段 第一場比賽的勝利 那目前他們的戰績來到了8勝2敗 在預賽的部分 輔仁大學 吞敗 這個階段他們是1勝2敗 而他們目前在預賽的戰績是5勝5敗 勝率回到了5成 這場比賽非常的激烈精彩 來看一下雙方的總體數據 在得分上面虎科多了三分 在三分球上面 輔仁大學是比較多的進球 罰球上面虎科18罰13中 籃板數虎科是有優勢的 那助攻兩邊不分宣制 師傅上面虎科是比較多 多了三次 兩邊都有些瑕疵 兩邊都有打得不好的地方 但虎科最後關鍵時刻 算是頂住了比較大的壓力 來拿下比賽的勝利 今天要結束了 我們大家要終誤了 最後一開始 還是結束了 我們來看 第九西套 第五西套 選inet 選擇